大家很怕的流感病毒真的是来势汹汹 高雄市的流感疫情这个疫苗的存量呢 在农历过年前就已经告急了 卫生署呢 现在特别像邻近的县市紧急调度了流感疫苗 公费的疫苗呢 儿童有11000剂 成人只有960剂 结果消息一传出之后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被抢光光了 一听到医院还有流感疫苗 妈妈赶紧把孩子抱来 挨了一剂疫苗小弟弟忍不住放声大哭 但他可不知道流感疫苗现在一剂难求 也有个担心就是说 现在流感不是正大流行吗 好开心很有啊 就是现在疫苗也 好多人打 有些都打不到了 就是打不到我问了很久耶 几乎所有医院都问遍了 疫苗说没有就是没有 卫生署紧急配置在23号发布通知 隔天早上医院一开门就出现疫苗强打潮 不到半天通通抢光 高雄市目前幼儿流感疫苗有一万一千剂 承认流感疫苗只有960剂 疫苗打完就没有 有打电话到卫生局卫生所啦 他说有一单跟我报了四五家 我打电话都没有 是现在这家有 量不是很足啦 所以是每天我们跟卫生所要那个量 昨天到货之后 今天就很多一个早上就打完了 流感来势汹汹全国就诊率已经高达46% 以零岁到六岁的幼儿感染率居冠 高雄市从月初已经累积了137例住院个案 其中82%的患者都是新流感病患 病毒传染力强 由于公费疫苗限量 流感疫情又没有减弱趋势 难怪民众会抢翻天 最新闻林真彦 黄佩如 高雄报道